歡迎大家來今天的聚會 今天是我們社群第三次聚會 有看到一些比較深的面孔 我就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是台灣YUSA組合 所以我們主要在推廣的語言是R的語言 那它是一個統計語言 然後因為統計嘛 最近就是DataMining跟MasheNin都很空 那所以它裡面有很多相對應的套件 就是MasheNin跟DataMining套件 可以很快速的使用它 就是見出你想要見的模型 那前面兩次的我們聚會 都有針對MasheNin和DataMining說一些簡介 然後就是有讓大家互相認識一下 那原則上我們聚會是每次大概就是一個半小時 然後前面的半個小時呢 會有一個簡短的talk 然後就是大概會講二十分鐘 然後有十分鐘可以QA這樣子 然後後面的一個小時呢 原則上我們就是會做一些分組的活動 就分組的活動 然後有一些是 因為我們有一些是 就是對於MasheNin跟DataMine 他們可能是新手 他們可能是想要來學的 然後我們就會有一些分組 然後我們會看一些Coursera上面的影片 然後就是一起study 那有問題的話我們每週會討論一次 就是在第一場talker之後 就是我們可以用白板 或是一些就是我們現場就直接拿 就是寫一些程式 然後大家就可以來討論一下 就是上一週Coursera的進度 就是有玩到哪些方法 可以找哪些data來玩這樣子 那這個是 這是一個study booker的形式 那後面一個小時 當然我們裡面有一些是勞手這樣子 他們是想要來找一些同好 然後他們手上有一些data 想要就是找方法來分析或是之類的 那我們也會有就是 也可以分一些組 就是說就是那個 就是玩一些data的組 那當然就是大家自由號召 比方說有些人他們可能想要 有一些公司的銷售資料 他想要進行做一些系統 然後他就會拿他的資料出來 當然是把各自從 都蓋出的資料 然後大家可以分析可以玩這樣子 然後或是有一些人 有收集一些 房地產啊 或是股票的資料 想要分析策略之類的 那當然就是各自分組 那等一下 嗯 等一下如果新來的就是不知道 我們在會後 就是講完之後 也會稍微介紹一下 當然有哪些人 有哪些好玩的東西可以玩這樣子 那我們就先進入 因為之前已經介紹過我們 宣傳令跟data mining的一些簡介了 那就是 如果我們沒有聽到也可以看 我們有一個youtube頻道這樣子 上面會放每次聚會的影片 那也可以上去看這樣子 然後 所以那 因為這次的主題是 主要是對R做做簡介的這樣子 然後是因為就是上次 我們每次主題大概就是 就是上次聚會之後 大家會討論一下 就是說 欸之後想聽什麼主題 然後就會 聽大家想聽的就排下來 對 然後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大家在聽完之後 有什麼建議也可以提出來 那我們會排到後面的頭回去 好那我們就 就開始囉 那我們感謝今天的講的 這個務系這樣 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 我就來跟大家介紹R這個語言 那 這個語言基本上 我大概 我是 大概三四年前開始用它 他就第一個正式開始學了詳細 那我後來 因為他我就跑去學C啊 還有C加加之類的 那就是想說 今天我主要講的話 我不會太專注在 例如語法 或是個別的條件 那我會比較想要講的是 針對這個語言 他跟其他語言 他有什麼樣的特色 那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你會想要選擇他 因為現在的語言真的非常的多 工序很多 你不一定要用它 但是他有他的一些優點 那有的時候 你的確用它可以 升很多功夫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那我主要這邊就是 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經驗 他有看法 那阿語言他基本上 他是一個質疑式語言 他跟PHP一樣 他意思就是說 他不需要去做港牌 那質疑式語言 他就有很多的優點 跟他的確定 那基本上 像阿基本上都會語言 那我們等一下再想看 那他是一個弱心態的語言 那你在使用它的時候 你不用去 去關入一些細節的語言 不像西亞 西亞家人要去宣告他的心態 所以要把它換掉 然後 他主要 他的特色就是 他內建多種 統計分析 統計檢定 不算是檢定 像是最有名的大家講 T-TEST 還有RMOVA 你都可以用R的話 很簡單就可以來講 那還有一些其他的數值分析 或是舉正目算 像是你要算還有一個HP 然後算 一些什麼DECOMPOSITION 一些矩陣的DECOMPOSITION 他基本上都會有 那都內建在裡面的 所以你要做 矩陣的 運算真的非常的快 他的特色是 他的想像是在矩陣你分析 然後 他有部分OO的功能 對 但是 我個人的經驗是 不只是我啦 就連Google 比如說我去看Google 的Coding Style 他有R的Coding Style 他也不太推 他的物件導向 對 但是他有 然後 那他的優點呢 就是 基本上 你會 通常你會想要選用R的話 就是 其實 就是你會想要很快 很快的去測一個Model 因為他有內建太多的工具 所以基本上 你想要用 例如你手上 看到一個領域的 一個統計領域的一個方法 你想要很快的 你手上有資料 他不是很大 你想要馬上來測測看的話 那你在R裡面都 R的設計 你很大的機會 就會找到 那這個是他的 我覺得算是他最大的優點 就是你看到一個統計方法 你不用去使出他的原算法 通常你都可以找到技能的東西 就可以馬上來實習他 但是你也不用太期待他 真的可以拿到業界來用 因為通常 通常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提一下 對 但是基本上你就是可以很快的 開發 然後 他的原始 他是免費的 然後他是開放原始 其實我很喜歡拿他來跟MetLab做比較 有的時候 我跟人家 人家問我R是什麼 我就簡單規矩 他是免費的MetLab 因為他們在很多地方 很多的功能性很像 對 但是MetLab他 MetLab跟R的比較是一個 很有趣的關係 那等一下我們有機會 我們再來跟他想一下 那 他的使用者 因為他是免費的關係 然後他基本上在生物統計的領域 或是在一些醫學的相關領域 R基本上算是非常非常多的使用者 那在CNR這邊是相對比較少 但我知道像Google他們也在用 那R他的套件非常多 而且你要寫他的套件也算是簡單 那他跟C有非常良好的那個 就是你基本上你要把一個C的東西 包到R裡面是非常快的 非常快速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 這個也算是 算是他的一個優勢 所以你 就是等於像 跟低點一樣 像你有一個新的演算法出來 在學界 他們想要發表他們用R來寫 通常是一件還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R的缺點 他相對很慢 他真的 不要說跟要編繫的 又算直一式語言 比起來他也很慢 那這個是我在 這個表情 是我在那個 有一個程式語言 最新的要注意 我是在他們的網站上 抓下來他們在做的 那可以看到他這邊有排行動 有Mailer 有R 那你可以看到R 基本上真的 這邊大家看得到 字會不會太小 基本上R真的不快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一點 就是到處 到處這兩個 他的數字就是拿來 C加加跑的速度做比較 就是等於C加加的幾倍 所以你看到數字越大 就不到200多 就是C加加的200多倍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 R在矩陣的運算上 他其實會勝過一些其他的原因 他真的 因為R這個語言 天生在矩陣的運算上 做優化 那最後這兩個是跟矩陣的 比較相關的 所以像我們在寫R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們看到一些 大家在分享 怎麼樣寫R跑比較快 那他們的訣竅就是 你要想辦法把你的東西變成 用矩陣的代數運算運作 他就會快 然後盡量不要那麼回去 這是他的一個很有趣的特色 那他的語法設計 其實如果你仔細來看的話 他語法設計 我覺得真的覺得 有些地方真的很奇怪 尤其是在物件導向方面 他物件導向 你會 他那個語法很容常 你會容常到 你不太想用它 然後 然後 就 這個 這邊有提供 大家如果真的有興趣 可以來看一下 那我會覺得 基本上拿來處理大資料 也會有 光你要把資料讀進來 可能就是 就是一個問題 這樣你資料量非常大 他的記憶體效率真的不太好 而且他 就算是你到64位元好了 你的一個像量的長度 還是跟32位元一樣 他這個是他的那個包袱 就是他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看到他們就是說 可能跟套件太多有關係 所以他沒有辦法 很簡單的直接把32位元的整數型 你底層的整數型 他還改過去 導致今天 因為這個影響到就是 你矩陣的大小 不能超過那個 不知道多少成多少 那個數字我沒有 對 反正就是 你會發現他雖然號稱 R64位元的版本 但也奇怪 什麼長度還是 還是跟32位元一樣 那 如果今天大家裝了R以後 那我們如果要執行R的script 那R基本上 那他如果有用過 這邊有人有用過 通常用他都是用他的互動式介面 他互動式介面長的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就其實你在Commandline裡面 在Commandline裡面打個R 就會進來 這個是在0R環境 那如果是在Windows環境 他有個RGUI RGUI的類似 那因為我這台就是Windows 今天就很熟 那進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很簡單的 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我會直接算1加1 或是各種 就是我可以很簡單的 做一些互動式的運算 這也是讓他的 為什麼他的開發會非常的快 因為你基本上 你在寫程式碼面 那邊寫一行 都可以效果來看 然後你可以 就是他甚至比 我覺得比 比如我寫過KHP 我覺得KHP的互動式 就沒有他那麼好 就可能要 要在一些特殊的環境裡 才有辦法像他這樣 逐步執行 像KHP 我要Define 我要逐步執行 然後弄W有沒有 不用啦 就是天生他去逐步執行 那你也可以 就如果你有一個檔案 你也可以用Source這個執行 直接一口氣把它塗進 這就是你在互動式界面這邊 打一個Source 然後這邊打你的入境名字 這樣就可以了 不過我這邊沒有準備 沒有準備那個Squid 所以他沒有辦法裝 那他也可以用SourceSquid的方法來裝 就是當你想要 做一些自動化處理的時候 那一種就是 你可以 像我剛剛 我在進來這邊的時候 我是用 我是直接用這個R 這個R這個 大寫R是直接進來 然後就進到它互動式 但是你可以下一些參數 然後再加上STD STD 印跟STD OUT的一些方法 你就可以直接把Squid的Nap進去 或者是你可以用Rsquid 那在Rsquid的這個執行檔 你可以 等於Rsquid方便接一個鎖 你就可以接來 那這邊就很簡單的秀一下 如果你們想要試試看的話 就是想要tint Hello World 就直接 直接就可以在它的那個 它的質量就直接可以這樣 或者是 算是非常的簡單 不像很多語言 你光要用個Hello World 可能就要用很久 我這邊比較像是 因為我也是看大家介紹的 總是要來個Hello World 對 好那 那我講一下它的形態 它有一個很有趣的特色 它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Vector 它基本上沒有一個單元這種概念 像C好了 你會有一個int 然後可能會有一個int array 對 或者是 如果你是用C下架的話 你可以int的Vector 那這邊R的這個物件 它比較像是intVector 都是一個可以變動長度的一個Vector 所以為什麼它集體非常的沒有效果 這就是一個理由 那 那它有它的基本型態 就是Logical 就是沒有就列在這邊 大家可以看 那簡單提一下是這個 Character跟Raw Character比較像是C++的Stream 就是等於是一個可變動的自傳長度 那Raw變成是一個 就是一創範圍的Vector 那你如果想要看它的型態的話 你就會 你可以用兩個指令 一個是structure 一個是class 它就會告訴你說這個物件的型態 那它還有一些衍生的型態 有一個很長 可能在大家做資料分析 不會用這麼基本的型態 大家會看到像 data frame 或者是像factor之類的型態 那所謂的factor就是 當你 我們在做資料分析的時候 你會用到一些 像是 你會做分類 那在R裡面 你用factor這個型態 就可以很多 很多的函數會內建 幫你很簡單的就做回去 那如果是data frame的話 它比較像是 它會幫你把 它其實就是一個table 然後它那個table 每一個列 你就可以放它設定不同的屬性 那這個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私底下 再來 我們可以再來討論 那流程控制的話 基本上 我覺得沒什麼好特別講的 所以就先去提一下 它有factor的話 還有一些其他流程控制 沒有什麼特別 只能說就是它的 這部分的上 它是比較差的 所以大家用可以的 就是要知道這件事情 它還有一些運算值 那 它運算值比較特別 大概就是 它的那個 它的index 是從1開始 像很多語言的那個 矩陣的index 是從0開始 那這其實 當你做一些事情之後 你會覺得很方便 但是R是從1開始 我覺得這是它的一個缺點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要從1開始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 因為R是設計給數學家用 所以用1開始是比較 它不是設計給 那個 就是電腦科學的方便系 謝謝 對啊 這個1開始0開始 這個比較是一個 就是 它的優點缺點比較沒有那麼決定 我想這個 都有優點跟缺點 那 對就是R 它這個 我剛剛講到它的 可能一些批評是從 剛剛我從比較 從歇詞的角度來看 但是R本身設計就是要給 統計學家使用 這也是造成為什麼它 現在有這麼大的包袱 就是 它又有自衛員的改版 或是一些東西 它有很多包袱 就是因為它當初 又不是設計給 所關明的人 是給那個 做學術 做數學 做統計的人 等一下 像 像它的assign 這個運算值就有兩種 然後我就常在網路上 看到大家在整 哪一路一下 其實這個我也 我也沒有 我也不想告訴你 我也不知道哪一個比較好 反正它 它的運算值 基本上比較特別的就是這些 其他的 其他的 我覺得都還好 那 函數物件的話 它的函數其實可以當成一個 一個物件函數 這個算是 我覺得算是一個特色 像java script的callback那樣子 對 所以 等於是說 你今天一個函數 變成是 它其實是一個東西 你甚至可以把它當成參數 再做過去 就很簡單的做 在C裡面的話 它變成是 point of function 但是在R裡面 因為它要給統計學校用 它這邊做得很直觀 就是你可以很簡單的 就想像它是一個物件 你丟來做去 那 那如果懂程式語言的話 它 我覺得R的全域變數 跟區域變數的概念 你會比較找不到這個概念 但是它會用一個關鍵 就是環境 environment 然後用這個字才能 找到類似scoping的這個 所以大家在學程式語言 大家可能知道 有所謂的scope 那 你要 你如果是R的話 你可能 就要從environment 這個關鍵 繼續下去 對不對 在R裡面它比較沒有這個概念 它都是講的說 在什麼環境底下 什麼環境底下 它的變數 對 那 我這邊是一個demo 就是 嗯 好沒關係 我 不想講太細 看時間 那 R的話 它常用的分析函數 像是 像是 欸 我怎麼回事 像是 它常用的像是有一些 我舉一些例子 像是summer 例如今天我拿到一個資料 我在R裡面 我讀一個資料 竟然它是data資料 那我要看 快速的 看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一種是畫圖 一種就是直接runsummer 那 那還有像是 你今天做完模型 我基本上 所有套件的模型 做完後 你用predict的這個 都是predict的這個字 你就可以把它的 就可以來做一層 對 像是 formular的聊書 那formular這個比較抽象 所以我下面這個例子 是針對formular來講的 那 formular 在R裡面 所有的數學模型 你到這個語言裡面 它會變成 就是 它會用一個podge號 來寫 那它這個意思 就有點類似說 我要用group 這個名字的變數來解釋 weight這個名字的變數 所以 就是 它 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在R裡面 就是寫成formular的話 就是 你現在看到 發號裡面的這個 weight 然後podge號 那formular 有它 對應的一些upgrade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大家在通常片面的連 我沒有放些令 大家再點進去 後就可以 就會有menu 可以來解釋 那R的套件也很多 那它套件來人 第一個就是crank 就是它官方的那個套裝 那你可以點 點連結後 就可以到crank的網站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看到很多 很多套件 那套件主要放到crank 上要 是要滿足它的一些條件 所以 有的時候 並不是所有的套件 都在crank上 那 它 我最近發現 只有我最近發現 我發現很多 我以前在用套件都不見 結果發現我要到這個 叫bio contact 的地方 才找得到 那這個 我這邊忘記放的 大家可能 google的家庭可以找得到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應該是跟生物 不要有相關的套件 那 或者是你可以 自己找到source code 所以有的時候 像github上面 有一些R套件的source code 你可以直接把它抓下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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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inux裡面 大概裝一個 那個 就是inux裡面 裡面裝 很簡單就可以說到這件事 在windows底下 你要去google 一些叫rtorz的東西 然後去 要裝了rtorz 因為它的 我這邊提一下 r在windows裡面的 一直是透過syg 所以它在windows上 效益應該 應該是會再更慢一些 至少 就在我半年到一年前所知 沒有人用bc加加 用bc把它卡到處 沒有人 那 所以 所以為什麼r慢 如果你在windows加更 它還會再慢一些 那 所以相對 所以 所以你只要編source的話 你只要裝rtorz 它裡面還內建 像是mint指導的 一些compile tools 可以幫助你們 用compile 那 那 安裝套件很簡單 你可以用connect 那 因為我這邊 只有用connect 那如果你有用一些ID 它 它的package 這邊 就會有一些 內建很簡單的一個方法 可以打勾 或者是 你在 torz這邊 installpackage 所以 我記得在windows GUI底下 有類似的功能 就是 有一個地方 讓你點點點 就可以 就給安裝討論 對不對 但是我自己是比較喜歡commonline 也就是因為windows底下 它的GUI套件太多了 它每次要轉入套件的名字 要看半天 所以 所以後來我都用commonline 那 你如果也要再入套件 你就是用lite 就進去 那 我剛剛優點的lite講 就是 R它有非常非常強大的 潰度 我想 如果今天 像google 或者是一些企業 如果用R 我想很 有部分理由都是 因為它的visuality 它真的非常的厲害 那 它的潰度 就在這邊 在講西 那 它潰度也很有趣 它分成所謂的high level 跟lite 那所謂的high level 就是 給一張底圖 那 那我就是等於是我現在 現在畫一張底圖出來 然後我可能定出這個底圖的座標方 你就可以想像 這個 在R裡面很好理解 它這個底圖就是一個xy平面 不是我們國中主義的xy平面 你要畫點就是point 它你的x座標 y座標就給它 你要拉直線 直線就給它兩個點就可以了 你要拉曲線還是幹嘛 都是很直觀的 那 那這是所謂的high level 那他們也有把一些比較常用的 像是你如果要畫histogram 它要畫bar plot 一些比較常用的執行 它要把它包起來 那他們都是屬於高階的 所謂的high level 就是 當你呼叫它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一張新的底圖 那你之前 如果你 你對那張圖 有做的那個修改 那個底界 那所謂的low level 就是對於 上一個high level 產生來的底圖 再去做修改 例如在上面 加一條線 或是加一個點 或是 加一些圖縮 那個legend 我記得是可以在圖上面 加一個框框 然後裡面描述 給大家一個圖例 對 那我這邊就給大家一些 看一些固定的範圍 那這個是畫這個bar plot 那你可以看到它 它也可以加一個圖 對 基本上你可以在 那個 函數的說明文件裡面 可以找到 所有這些 怎麼去tune 讓它的圖看起來更漂亮 那基本上 這些方法甚至做出實 所以你可以在R的圖圖上 你可以找到一些參考自己來 那這個是histogram 就是 那叫什麼 脂 脂肪圖 脂肪圖 這個是一個笑話 那個 我修課的時候 有個老師問我 Histogram是什麼 然後我就有點嚇到 就給他脂肪圖 然後他就更神奇 他就說 我有叫你翻譯嗎 然後 那個時候我就 我就非常難講 對 好 那這個是conture 就是如果你要畫 所謂三圍空間的圖 你可以畫等高線圖 那我這邊有給你們 給大家秀一個另外一個範圍 就是 它可以利用OpenGL 來畫一些3D動態的圖 那我這邊 Rotocopy paste 多謝 謝謝 我是